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卧底 来这边查账的 我已经调查出来了 对不对 他说来这边 还问很多问题 我都答不出来 叫做王雪梅 对不对 都登记有案了 所以他不是第一次来 因为你太专心了 你不晓得后面的后面还有个同学 他那次来是做后面的第三排 今天做第二排 不太一样 还有我们戴帽子的同学今天还没有来 他每次都准时到 有人是准时迟到五分钟的 以后你幕后一直知道 有些的弟兄姊妹是很准时的 每次永远迟到三十分钟 你们幕后会吗 有这种废友吗 没有 废友兄 你就知道 有人说每次都准时 迟到三十分钟 也很准时 好 我们这个课等叫什么 基督教 你可以说基督教与哲学 简单 那基督教是什么 基督教信仰与哲学 那哲学有很多种 一种是什么 东西方哲学 有人说叫做中西哲学 有人说东西哲学 你要搞什么东西 所以讲的文雅一点 叫做什么 中西哲学 但是只有讲中西哲学 也不是很完全 不是只有中国哲学 不是只有中国哲学 因为东西哲学是比较完整 是东方哲学 东方哲学包括什么 印度哲学 印度是很重要的 印度有十几亿的人口 你不要以为印度都是好像 杀手都当印度阿山 不是这样子 他们是很有深度的 特是他们的这个 放我合一 就是 他们是讲预言论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个课 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 二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说什么 犹太人是要什么 是要神奇 西利尼人就是希腊人 希腊人是要求什么 求智慧 哇 没关系 你们慢了六十秒 这个进入子题了 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他怎样 他传福音 然后呢 他就写信给哥林多 他当时在以物所 但在以物所就写信给哥林多的什么 哥林多的教会 然后他来讲述 我在里面当中怎样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什么 定十字架 但是他讲到什么 他打到他的哥林多之前 他去了哪里 他记得希腊 有没有 他去希腊的时候怎样 在使徒行传 十七章 他遇到两种学派的人 一个是什么 一种叫什么 史多亚学派 一种是享乐主义 一种是什么 也是道德主义 人生以什么 寻求最高的快乐 但是不是重欲 乃是什么 我讲一个故事嘛 在一个秋天的下午 跟你最好的朋友 吃一片西瓜 好不好 很好啊 当然现在要改成什么 跟你最好的朋友吃什么 四分之一的月饼 因为吃一块会胖 是不是 现在都很尽心嘛 所以吴长老 跟你的老伴 再过几天 欣赏什么 月亮 春有百花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若无闲事在心头 是人间好 好时节 吴长老就跟他的什么 爱妻 欣赏 欣赏 叫我觉得月亮 你对着我 我看着你 世界多美丽 这就是快乐 你同意吗 同意 用想的就很快乐了 我们要改成说什么 重有闲事压心头 还是人间好时节 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那个 没有烦恼的事 昨天王云长 忙不忙 吴长的你忙不忙 很多事情 中医药学院太多 你还要处理 今天把他干掉 对不对 但是呢 烦恼就是菩提 菩提就是烦恼 烦恼就是让你什么 升智慧 不是说 哎呀 上完课 风说终于毕业了 我就轻松了 我告诉你 毕业的才刚刚开始的 上学成学是最轻松的时候 我告诉你 因为没有什么事嘛 只要读书就好了 你毕业后怎样 你面对的是什么 更多的挑战 不然的话 你去问下面的那些的毕业生 有一位叫史天军 史天军你知道 他很会读书 从河南来了 温县嘛 他现在才知道 牧会了四年 牧师不是人干的 传道是什么 谁传谁道叫传道 牧会不是打打电脑看看 这个信息报告你就 不是这样子啊 你现在只面对有一个老师啊 你牧会三十个学生 三十个会友就有三十个老师 每一个会友都会指导你 都是你full time professor 就好像摩西一样 摩西他前四年在 前四十年在宫中 他学了一些的学问 他是用他的什么 少林拳一直都打死埃及人 厉害不厉害 厉害 但是怎样 马上逃走了 因为他的神学院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毕业 他要去哪里 去读了四十年的旷野神学院 老师是谁 不是啊 是那些的羊啊 你跟他讲实话 他只会咪咪咪咪咪 他听不懂啊 他只会咪咪咪咪咪咪 讲了好多诗你都听不懂 有没有 你牧会啊 你可以讲到 连续讲七次 他才开始懂 我在骂他们 他都不想 我在骂他们 他们讲个礼拜 哦 原来书牧师在骂我们 当然笑话是 三个礼拜以后才知道 原来是书牧师在讲笑话 那羊听不懂嘛 你去牧会里面遇到很多的什么 杨教授 阿们 有牧会的举手 都没有 我一心警告你们 我现在很多教授都上百的 28周年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会什么 跟你批评一下 没有一个牧师是不受批评的 你知道 有没有一个牧师 没有人批评他的 最大的牧者耶稣是什么 被批评到什么 全身的最好的牧者 却被钉在神字架上 阿们 奥底的都没有通过 哥林多前书 他说什么 他在以物所挂念的哥林多的教会说什么 犹太人是要什么 他要神迹 他要神迹 那希腊人呢 要智慧 我跟你讲过了 其他同学都知道了 我现在这个 补充一下 哲学就是Philosophy Philosophy是从两个字 一个是什么 Phileo 一个是Sophia Sophia很容易 罗马假期你看过吗 不是罗马假期 这个Sophia Sophia 是一个意大利的明星 他嘴巴很厚 叫做Sophia 叫做什么 智慧 Phileo是什么 爱 我们是有四种爱 Phileo是什么 对学问的爱 对真理的爱 对朋友的爱 叫做Phileo 叫做爱智 所以哲学就是 是Phileo Sophia 叫做Philosophy 叫做爱智 所以希腊人 他们要的是什么 智慧 他要成为一个智者 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所以希腊哲学之父 我讲过的姓什么 姓苏嘛 叫做苏格拉迪嘛 Socrates 他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 什么叫智慧 最有智慧的是谁 是谁 认识自己 知 如 自己 你知道你自己 就是You know You don't know 你知道自己不知道 这就是哲学的开始 这就是智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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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自己不知道 这就是智慧的开始 有没有道理 有嘛 智慧嘛 智慧的人就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智慧的人是 什么都知道 所以希腊人求智慧 难道不对吗 尤其他人讲神迹 也没有什么不对嘛 但是呢 宝说 我却是根明 传什么 二十三节是什么 田谣 刚刚是上帝打电话的 现在是我跟你讲话 没关系 第一章 二十三节 戈林多前书 对 就是说 保罗是一个 历史上 最有名的一个宣教师 他建立最多的教会 写最多的书信嘛 但是他对戈林多 教会说说 我在里面当中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怎样 病他地死地下 他不是讲什么 神迹 虽然他自己 也行过这个神迹奇事 显出他是一个使徒的一个质问 他也很有智慧嘛 他也在加玛利的门下 受过严谨的教育嘛 他也知道什么叫做快乐主义 什么叫道德主义 但是呢 最重要他要讲什么 就是二十三节 说什么 阿们 他 在犹太人是什么 为半角石 在外邦人为余左 犹太人说什么 你怎么不传这个 然后在外邦人 在希腊人当中 你是余左的嘛 我们讲智慧 你怎么不讲智慧呢 其实保罗并不是没有讲 他在哪里讲 他在希腊讲嘛 有没有 但是他没有建立希腊教会 没有 你要想一想 他在希腊跟他们辩论嘛 对不对 但是没有建立希腊教会 但是在哥林多他没有讲哲学 他建立了什么 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 因为他注意什么 注意他的重点 他的经历 要讲什么 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 耶稣基督已经什么 从死里复活 所以今天我们宣教的重点 不能是讲上帝而已 放在兜里 怎么摇来摇去啊 这样就不会了是吧 谢谢 谢谢你的智慧之缘 真的呢 感谢主 我讲到哪里了 智慧之缘 智慧之缘 你信上帝嘛 你信上帝我也信上帝啊 问题是你的上帝是什么上帝 是什么 耶稣基督是什么 这位上帝 怎样 大差尽显的奥秘 无人不予为难 就是 这个闪在哪里 上帝在肉身显现 对不对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接在荣耀里 那是他传道的主题 从死里复活 这是一个什么 如果你没有讲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你想说 信耶稣有平安啊 信耶稣有中秋月饼可以吃啊 信耶稣会不会找到一个男朋友 不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不是不对 但是不是重点 重点是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所以整个使徒行传 他讲的都是 常讲什么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你们被 你们把他杀死 关在死里复活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他圣上高天 乳略的仇敌 把圣灵浇灌下来 所以这些胆怯的使徒 就变为什么 可以为主殉道的使徒 这是重点 所以我们今天讲基督教信仰以东西方哲学 哲学不讲复活 他讲什么 讲智慧 这些是一个平台 让我们怎样 借着这个平台 借着理性的思维 我们知道哲学的基础是什么 用什么 理性 所以你们上次用理性 但是信仰是什么 启示 那你怎么接受这个启示 用你的理性吗 这个很微妙 就是超越理性 并没有丧失理性 我看你们 每一个人都很有理性嘛 对不对 应该吃中秋月饼的时候 留意去拿来吃嘛 那经过理性的判断 我不能怎样太中后了 中间会越来越后不行 所以就接受吴长老的建议 好意 但是我放在包包里面 明天才吃嘛 经过理性的判断 这样合理吧 合理嘛 所以刚刚你是不自觉地 经过理性的判断 就把手机关掉嘛 虽然是重要人物打来的 是不是 其实我们现在应用我们的理性 所以我们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有信仰者并不是失心理性 乃是什么 超越他的理性 就是说 在信仰里面有理性的成分 但是理性不足以让你怎样 去接受信仰 所以 我们传福音需要什么 祷告 不是你讲讲坦荡 讲的托托世道 把安瑟伦的论证讲的 又把多玛斯的论证讲的 讲的托托世道 他说你讲的很有道理 我就是信不下 我看到很多传道理 不知道在讲什么 这个前提讲一大堆 这个导 没有办法导入这个结论 很多人都感动啊 他这逻辑都不清楚 讲话都不清楚 讲话结结巴巴 很多人感动啊 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传道的人 有 有没有看得很微 我讲的一大堆很微讲 不知道是否每一个人都什么 都没有感动 有没有 我就是那样的人啊 我这很微讲执学后啊 看到一个这个十二岁的孩子 跟他讲的托托世道 讲的一大堆啊 无动于哀啊 无动于衷啊 没有用啊 结果什么 结果祷告 双膝跪下为他们祷告 像宋尚节一样 宋尚节是中国最有名的布道家 他至少带你十万个人心存 他都是彻月祷告 为着这些人来祷告 是什么 是来摸着你的心 理性是从这个地方 但信仰是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是全世界最远的距离 头脑到你心 是全世界最远的距离 你知道吗 有的是长期的木道友 我们教有很多长期木道 都十几年了 是那个北大的 是清华的 都是PhD啊 但是我很有耐心啊 来教会十几年 走给他什么 他说时候到了 他很犀利 你还没有受洗啊 清华 对啊 现在是满清的天下嘛 中国现在是满清的天下 你不晓得 清华的当家嘛 对不对 以前那一位也是清华的嘛 前前也是清华 都是满满的都是清华人在当家 满清天下 只有国民党可以打倒他 打倒满清政府 真的开玩笑啊 阿们 所以我们上这个课不是教你上师你的信仰 上师你的理性来的事情啊 你要适当地使用你的理性 知道理性是什么 理性是有限的 是不是 你寻找对象不是你去分析啊 我要的是180公分 然后体格强壮 然后温柔体贴 然后家世清白 也是丰收神学圈毕业的 然后对中国道路圈有负担 这个都没有错 但是有时候神的道路怎样 高过你的道路 他为你所预备的是什么 你想不到的 就像亚当一样嘛 亚当他看了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动物嘛 都给他取名字嘛 但是怎样 没有看到一个综艺的 他看到你跟他弹琴有什么用 对你有弹琴啊 所以圣经说 你睡吧 就让亚当沉睡 在沉睡的时候怎样 神为他预备谁 预备笑话 他起来说 哇 哪里有这种奇妙的生物啊 奇妙的存有 他就唱出了人类第一首什么 情歌嘛 这是我骨中的骨 我肉中的骨 情不自禁 所以每个恋爱中的人都是什么 偉大的诗人嘛 结婚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写了 诗诗他说 我你以前也会写 怎么结婚以后都没有写给我 哈哈哈哈 我忽然醒悟过来了 但是已经结婚了 哈哈 所以婚姻 婚姻艺术都是什么 都超为理性的 但是并不是破坏你的理性 乃是说理性是什么 是有限的 阿们 所以我们讲这个圣经 也提到一些的哲学 但是呢 我们床婚不是靠你的什么 靠你的理性 但是你也要预备 你要祷告 但是你要预备你的奖章啊 对不对 像我预备 虽然这个课 这个哲学对我来讲 已经是驾亲救手了 不知道是几年 我还是要预备啊 我还是要准备啊 还要全力以赴啊 今天都不敢出去 整天都待在家 要跟你们讲什么 阿们 好 那回到我们的哲学 哲学是什么 第四页 有没有 还记得吗 那个 你有没有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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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哲学 那就请吴长老再印一份给你 好不好 好 那没关系 对对对 发挥这个兄弟之爱 发挥这个fileo的爱 第四页 不是第四页 应该是第二页的后面 有没有 是以实质的定义 有没有 以人的理性 指导整体实在最最后原因的科学 就是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 我上礼拜今天跟你们讲的嘛 那位同学做到那边我也问他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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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林圣 于林圣嘛 于林圣今天没有来 还没到应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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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他会来 这是经过你理性的判断 但是还是要相信的 但是如果今天他没有来 也不是代表你丧失理性 乃是什么 他有超越理性的需要 就是这样子 这样合理吗 好 所以 所以哲学就叫泰勒斯 T-H-A-L-E-S 是讲到什么 整个宇宙的形成最 最后的元素是什么 他们想这个问题 最后的原因 印度人是什么 可能有地 水 火 风 这些的四大元素 Helocritus 他就认为 整个宇宙最重要是那个原子 原子 他讲的有道理 不是我们现在讲那个科学的原子 但是他讲说 有一个最 最 一个article 那个是灭放在细分的 那是组成我们整个世界 包括人 宇宙的最后的一个什么 成分 我们 我们讲的布施 他讲的对不对 而是说怎样 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 最后不重要 这个问题最后不重要 就是说 组成整个宇宙最后的元素是什么 这问题重要 好 你说我们都在这边嘛 对不对 你想再经过五十年 我们都在哪里 经过一百年 火化 土葬 树葬 反正都在哪里 泥 都在泥巴 连泥巴都没有 泥巴跑去哪里啊 土葬已经都没有了嘛 已经放在某一只 寵的这个孙子的肚子里面去了啊 火化包在哪里 那我们到底是在哪里 我们的肉身在哪里 这是一个 这是很实质的问题 所以不要太计较了 我们都是什么 我们都是土做的嘛 特别是男生嘛 都土土的嘛 男生都不洗澡 弄弄弄都像土一样嘛 元素跟土完全一样 真的 就是这些元素嘛 所以上帝就用泥巴造人啊 真的是这样子呢 所以泥土的元素跟人是一样的 人是一样造的嘛 当然女人是谁做的啦 保安这七子都是水嘛 最后的元素是很重要的 我们会想这个问题 所以从那个 这个试验前 第四世纪在想这些事 我第三在想这些事 然后当然今天我们就越来越知道 我们人有什么 有子子 中子 电子 要用这个电子全温器 可以看到什么 那个电子是很强烈的在运动 所以你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元素 有分子 有原子 有电子 直子 是眼块的速度在转多 只是你没有怎样 你的眼睛怎样 还看不到 但是如果你怎样 仔细地看 用那个纤维镜看 你人体是很快速的运动 不要像你的脑筋一样 请问你现在有没有在动脑筋 你看得到吗 那你动脑筋的时候脑筋有没有在动啊 你还是很平静嘛 我很平静地在动脑筋 对过四十分钟 就要下课了 休息十分钟 这是一个奥秘 所以你生命真的是一个奥秘 刚刚你有没有在呼吸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在呼吸 刚刚 没有嘛 直到我问你的时候 你才意识到你在呼吸 你不知不觉在哪里 在呼吸 你有没有在心跳 没有 对不对 你刚刚有没有发现到你在心跳 没有嘛 很多东西是什么 在运作 叫做什么 叫做上帝的爱 上帝爱是什么 让你活着 你都不晓得是因为他怎样 脱出万有 不断地给你空气你活着 你忘记心跳的时候 你的心脏还在跳 让你活着 上帝的爱 所以叫四死行焉 百物生焉嘛 天何言哉 天何言哉 春夏秋冬 这上帝在哪里 你怎么知道上帝存在 罗马书第一章 我来看 罗马书的第一章 二十节嘛 谢灵力有没有来 还没有来 和奉钞 是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恒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这些两个人见 但这个手造之理是很小的 像为你所谓的 阿们 所以这种造天地以来 造天地以来 他说神的永恒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眼不能见 但是见了什么 手造之物 我们是他手造的 看这些的花草书 我们也是他手造的 所以你一定说我只要看到一个大拇指 我就相信上帝 为什么 因为太奇妙 你看 你手伸出来 厉害喔 好厉害 还会这样子 还会这样子 还会这样子旋转 还会旋转 三百六十度 哇 太厉害了 不是每一个不容祖的都会这样子的 对不对 七百十度 高山上消失的猎人 不容祖 对不对 机器人没有办法 机器人没有办法这样子 只有忍 忍太奇妙了 给你两个照相机 而且还会自动什么 调整焦距 而且是什么 照相机真的在cover 行方便 而且自动会喷水 晚上休息 攜带方便 太好了 这是一个奥秘 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个造物的奇妙 这是康德 1724到1804 伟大的哲学康德 他说你的理性没有办法什么 推认出上帝的存在 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但是他要求上帝的存在 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里面这样讲 我们的纯粹理性没有办法了解一个 一件事情的本质 只能够了解它的现象 你先放在一边 但是他说上帝一定要存在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的实践理性 我们的实践理性是什么 我要求上帝的存在 因为上帝是什么 美善的判准 我上礼拜讲过了 你有说他比他更美 你好美喔 今天你这样子 昨天还看到有一个年轻人 看起来跟苏牧师一样 不过那是二十年前的事 你都没有参加这个 丰收的二十年宴去 哦 对 怪不得你很茫然的样子 那个你诗文你不要怀疑 当时的头牧师比现在多很多的 对不对 非常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呢 因为有一个比较的标准 所以一定要要求上帝的 上帝你一定要存在 他有什么 才有一个善恶的标准 才有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乃是时候未到 所以现在我被约完没关系 因为上帝看见了 因为人在座天在看嘛 是不是 所以要求他的存在 叫做实践理性 就是人的实践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 好人 很强烈的什么 不是很强烈的冲动 很强烈的人的一个偏向 我一定要做好人 我不能贪污 虽然很想偷看 但是不能看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要求 但是我讲过那个康德 康德还讲什么 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去了解一个事情的本质 只能够了解他的什么 了解他所呈现给你的现象 就好像说 哦 我看你这个皮屋非常的光滑 这只是表象 这不是本质 你如果看那个 用那个衔尾镜放到去看 你这个凹凸凸凸的 有没有 是不是 那当然要是真相 你们对我戴眼镜 有的有的 你没有戴过这个墨镜 你太阳很大的时候 不是要戴一个墨镜吗 有没有 有没有 你戴墨镜 看到的人都是什么 颜色跟以前不一样 对不对 对不对 白人也像黑人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观察 看事情的那个工具 改变了 是不是 所以到底他 如果你生下的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 我们说有人叫射盲 是不是 如果生下每一个都是射盲的话 那有一个正常人在这个地方 那些射盲的就是说 你这个人不太正常 是不是 就好像你是封人也一样 所有的封人就是说 封子来了 封子来了 然后封子说 对啊 你看那个封子来了 结果到底谁是封子 是不是 所以如果全世界的眼球的结构 都是射盲的眼球 他们的红绿灯一定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一个正常的人去 你会什么 你会什么 常常破坏他们的规则 你会 他们会认为你有问题 是不是 是嘛 好 所以我现在就讲到说 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一个事情的本质 我们只知道那个 这个本质所呈现给我们的什么 现象 所以随从抗德又有现象学 现象学 就是说 我们不能了解它的本质 essence 它的如此之般 只知道什么 它呈现给我的现象 这样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好 所以 在第一章的十九节说 上帝的人所能够知道的 原写明在哪里 在心里 是什么 人的良心 良心 所以一方面是通过人的良心去认识上帝 一方面是通过手造去认识上帝 这是在康德最有名的一句话 所以让它惊奇的有两件事情 一也是天空闪烁的星星 观察 一也是什么 在我里面的什么 良心 道德 良心叫什么 叫什么量 叫天量 天量 有没有 天量 天流 说五长老你有天量吗 有 有吗 你不可能说 你一个人吃了五盒的中秋月饼 别人都快饿死了 你给他一个都不行 你吃不下去嘛 良心会谴责你嘛 叫天量嘛 天量是什么 天道下贯而为人道 是这个天的那个理放在你里面 成为你的良心 叫人的良心 所以你要有良心 你生下你就有良心 为什么 是你天生的嘛 叫做天量 叫天量成为人量 天道成为人道 所以有人怎样 所以有人怎样 不是一个人不能醒人道 就离婚了吗 所以天跟人是什么 是合一的 这就是中国哲学一个什么 一个很高的经济 叫什么 天人合一 天人合得 所以皇帝叫什么 叫天子 叫天子 但是皇帝如果没有照天的规则 在运行 在运作 在管理整个大地 他的子民的话 怎样 叫什么 天灾 人货嘛 所以他叫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作为一个天的儿子 没有听我的什么 天父的话嘛 所以他要什么 他要摘戒沐浴 他要禁食祷告怎样 去恳求上帝 上天的什么怜悯嘛 好的皇帝是这样子嘛 所以你去天堂 天堂这个皇帝是清朝的这个八 前八个皇帝都要摘戒沐浴 在除夕的时候 他要摘戒沐浴 在那边还醒 然后去什么 去祭天 而且是没有偶像的 所以看着说通过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什么 人的良心 一个是 手造之物 可以让我们认识上帝 这是哲学嘛 还有 我们说基督教信仰是什么 是启示 有时候神会启示你嘛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摩西嘛 摩西在旷野 四十年 牧养的时候怎样 上帝怎样 让他看见了什么 金鸡浑而不悔 他在那边看见了上帝 保佑用他的理性 他认识上帝 他不晓得上帝 就是主耶稣基督 所以他就去抓捕什么 迫害信上帝的人 这些基督徒 但是呢 在大马色的路上 上帝怎样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直接对他说话 那他从马上掉下来 说你为什么逼迫我 说少罗少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我没有逼迫你啊 但是他逼迫谁 他逼迫基督徒 但是教会的元首就是谁 耶稣嘛 所以公安的抓 你就在抓耶稣嘛 是不是 这就是启示 所以保罗 你看在这个 在克林多 克林多后书 他讲到什么 克林多后书十二章 第一节 克林多后书十二章 郑雅杰 雅杰有没有来 来 第一节 十二章的第一节 我自夸故人无异 克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节 十二章 十二章 没关系 好 几七年 第三节 我认为是人 或在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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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 或在深入 也不知道 或在深入 可有神知道 第三节 我认为是人 或在深入 或在深入 也都不知道 可有神知道 第四节 他自夕到热绘 神經病 忍悟的原理 不然不想 謝謝 他們提到哪裡去 三層天 我們是第幾層天 聖經沒有說 有的時候我們是第一層天 第二層天 有些神學家就是那個 天使 魔鬼存在的地方 但聖經沒有講得很清楚 所以聖經沒有講清楚 我們就是什麼 讓他不清楚 不要跟他講得很清楚 因為不清楚 不清楚就是 就當他不清楚就是這樣子 叫知之為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是 知也就是這樣子 所以you know you don't know 但是你可以說 有些人這樣講 那可能也是合理的 合理的判斷 但是我們也不敢 這麼確定的這樣講 他說是主的顯現跟啟示 這是個reperation 是個第三層天 他聽見了 他看見了什麼 他被提到樂園裡面去 聽見隱秘的什麼 是奧秘 是人不可說的 是人不可說的 叫什麼 不可說 不可說 所以基督教有沒有他的神秘經驗 神秘經驗有沒有 有 其實我們的重生也是一種神秘經驗 哎呀 我都不曉得怎麼說 我就跟以前不太一樣 我有點是有醜必報 現在是什麼 上帝就好像在改變我 還能夠愛仇敵 共產黨把我們家幹掉的八十幾個人 我還能夠去愛他 我們一個姊妹 她是檢共 到這個天安門效忠毛主席的 結果被 家裡被殺了八十幾個人 1990年第一大門家一直哭 因為那天講到的題目告訴我 是你愛你的仇敵 她說我不能愛我的仇敵 她的家人 她的舅舅 還有她的親戚 說沒有東西吃 她的這個 親戚 孩子 哭嘛 沒有東西吃嘛 結果說你 孩子哭 就燒一大鍋的稀飯 就餵他 一直餵 回家跟他拿死掉 家他拿一個人死掉 你連表達你 你肚子餓的這種聲音 他聽了不爽就讓你死 很殘忍 我就不用講了對不對 因為這是整個制度的問題 像中國現在一樣 你那個制度不改的話 親戀都沒有 都是偶爾一兩個親戀 是什麼都是貪嘛 就是這樣子 一死可能就是一千萬兩千萬三千萬 對不對 你可以說這是天然災害 不是 是這個人為的災害 但是你一講就是 你就被砍了嘛對不對 這是一個人性 這是什麼 這是有些的神秘經驗是不可說的 所以中國的哲學也有不可說的部分嘛 中國哲學最簡單 你可以穿著什麼 穿著儒家的道袍 戴著什麼 道教的帽子 穿著什麼 佛教的鞋子 叫什麼 儒士道合一 儒家 道家 還有佛教合一 所以你看中國的民間宗教 他可以拜什麼 拜孔子 也可以拜什麼 拜老子 也可以拜釋迦摩尼 都一起拜嘛 對不對 合一啊 所以中國都是講什麼 講預言論 西方是講二元論 講敵對 物質跟精神的敵對 但是他們會發展出什麼 比較精密的科學 那中國人是什麼 什麼都弄在一起 叫什麼 叫中藥 中藥是什麼 什麼都混在一起 那難道十四種一定要加 少一種不行嗎 可那一生說不行 最好是要 但是也找不到 也沒有什麼關係 善與統一 善與綜合 但是分析能力 解析能力怎麼樣 這個要二元把它分開 比較不容易 但是西方是很精密 所以他們有外科嘛 是不是 外科嘛 外科是看裡面 內科是看外面 很奇怪 內科都是看外面 內科是八年裡面科 開刀 心臟開刀 那中國以前沒有開刀 對不對 是把脈嘛 中和 所以中國會傾向一元論 西方傾向二元論 其實一元二元都有它的好處 所以中國人一元論 包括政治的一元論 要什麼 要大一統 國家不能什麼 分割啊 台灣是中國不能分割的一部分 美國怎樣 你看歐洲這麼多國家 五十七萬人口 盧森堡 一千多萬人口 就是這樣子 整個歐洲 整個歐洲跟美國一樣 整個美國就等於歐洲 但是美國雖然有五十個州 其實每一州都不一樣 加州跟別的州完全不一樣 它是United 然後這個州裡面的county又不一樣 沒有county裡面又有四 每一個市的稅都不一樣 我們這邊是九點二五 有的不一樣 Oregon市是不用繳他們的稅 都不一樣 每一個市啊 收垃圾的方法都不一樣 有的是用垃圾桶 有的是用慘的 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是什麼 尊重你的什麼多元化 它重要大一統 書同文 車同鬼 把這本來幹掉 大一統 但是呢 人是什麼 人是一個整體 但是裡面很多的器官都不一樣 但是每一個器官都是為什麼 用同一個人來服務的 對不對 所以你所有的器官 你裡面有六十億的細胞 都是為著恩惠姊妹來服務 對不對 對不對 把你手擠起來 右手 對 對 對 然後你這邊仰仰去抓 對不對 這是整個的協調啊 這是整個的協調 你等一下下課你要走出去 我要下樓梯你就站起來 命令 把你自然的走路 然後拿東西 對不對 然後東西進去 你的舌頭 你的牙齒合作進去 然後消化系統 剛剛你自然的晚餐 可能這一兩個小太星在消化 對不對 他默默地在為你服務 讓你成長 讓你有精神 這是這樣子 這是什麼 這是孫中山先生的理想 大統世界嘛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這是共產黨的最高理想 為人民服務 是這樣子 這是理想 為人民服務 是這樣子 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所以哲學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這個 你要講社會哲學 要講政治哲學 要講宇宙觀 牽涉到很多 所以所謂的哲學 一定要牽涉到什麼 科學哲學 社會哲學 醫學哲學 比方說倫理學 做醫生的要什麼 要有醫德 不會看到一半說 通知家屬來 你看怎麼辦 五萬塊人民幣 神就送來 否則我就不開大陸 聽說大陸有這種情形 我都是聽說的 希望不是這樣子 不是 有 馬雲 聽說今天人 辭了這個主席 因為國家的錢都是算國家的嘛 所有私人企業到最後都是什麼 都不用國家的錢 在共產主義嘛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還是我的 因為天下為師嘛 為什麼 牽涉到人性 人性是善的 還是人性有罪的 你好像很難做壞人的樣子 不可能嗎 我們要功課幾聲教聲服務 我們要重生 我們才會被改變嘛 否則你叫猴子不會抓癢 那才奇怪 因為猴子有猴子的生命嘛 只會是猴子變為人 否則他已經會去抓了 亂抓嘛 因為他有什麼 本性 所以人會犯罪是什麼 正常的 不犯罪才是什麼 不正常 但是呢 我們信耶穌 從人性成為什麼 成為神性 從凡性 平反而成為什麼 聖性 聖結的聖 這叫什麼 重生得救 所以如果你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的創造 新造的原來他是新的創造 就是亞當造的那個創造 神在改變我 所以你就跟錢不一樣的嘛 你是台灣的新主人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也是打太太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愛太太嘛 對不對 也是在講三字經 現在講什麼 心好難忍三字經 回語理理知道嘛 你知道嗎 教育經 一段時間嘛 心好難忍三字經 是哪三個字 我愛你 對不起 謝謝你 是不是 每天都要講 我愛你 對不起 謝謝你 對 這三字經嘛 中國文化就講不出來 愛你在心口難開嘛 這不對的啊 好 所以自從照天地以來 但這邊就現在一個哲學問題 自從照天地以來 那照天地之前呢 上帝存在不存在 上帝照天地的時候 才開始有什麼 才開始有物質嘛 那在物質一定在一個空間的裡面 在時間的裡面嘛 你們是不是在一個時空的裡面 那請問時間以前有沒有時間 時間以前有時間 你 你能夠想像時間以前有時間嗎 沒有 你能夠想像嗎 想不出來 空間 哇空間 我們這個空間是在什麼 是在米爾皮塔斯的空間 米爾皮塔斯是在北加嘛 北加是在什麼 是在整個加州嗎 整個加州是在整個美國 那美國是在整個什麼 美洲嘛 那美洲是在整個地球 那地球是在整個什麼 太陽系嘛 那太陽系在哪裡 銀河系到銀河系呢 反正 一直扣展出去 有沒有邊界 沒有 你能夠想像沒有邊界的一個宇宙嗎 這家莊子講的嘛 字內無小 字大什麼 無外嘛 那你如果想像是 沒有邊界的空間 沒辦法想像 所以你就 你就發現到人的理性 的想像是什麼 很有限的 所以你說上帝偉大不偉大 上帝的偉大比你想像的偉大怎樣 更偉大 上帝的無限是你 比你所想的無限 更什麼 你的無限加上他的無限 還是有限 那加上你的無限還是什麼 加上我們所有的人的無限還是有限 我們要承認什麼 我們的理性的思維是有限 叫做時空 以前的宣教士從英國來宣教 第一次的這個金圈來到這個清朝 要多少時間 至少半年 現在呢 坐飛機 可能24小時是到了 所以空間快速的移動造成什麼 造成時間的改變 還有呢 耶穌復活又怎樣 耶穌就是什麼 跟門徒顯現說什麼 月裡面平安 祂是從什麼地方進來的 聖經沒有寫 祂就進來了 祂創業什麼 你看耶穌進來 祂是從什麼地方進來 從上面 從哪個 這個是百分之百實體嗎 這裡面有很多的什麼 很多的空間 你知道嗎 是我們以為沒有 祂就傳簡單 然後消失祂就這樣子 這是個奧秘 你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耶穌越遠平安 然後就忽然消失了 祂不是要剝冰給他們看 一馬五十二那兩個門徒 一剝我原來是你 就消失了 祂往哪裡去了 從南同西同北 奧秘 祂超越什麼 超越時間 超越空間 這就是月亮福音 祂講的七大神跡 超越時間 病了幾年 三十八年 醫生說如果你 病了三十個月 三十八個月 我還可以醫治三十八年 我沒有辦法 你是超越什麼時間 空間也是一樣 不是勤募是一大到你家祷告 他只要講一句話 百福少年夫人就好了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為你在 中國大附近親友祷告 超越空間 這是一個奧秘 所以我們今天講哲學 哲學要考慮什麼 那個最根本的問題 靈敏 你坐在那個位置 是不是一個空間 是在 九月十號晚上七點五十八分 你坐在 米爾皮特斯 是什麼 一五一五 一二一二 一一二 我們一定要在一個什麼 定位 定位叫什麼 時空裡面 所以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時間人 我們也是什麼 空間人 就是說我們是時間也是太空人 這是什麼 儒家哲學 儒家特別講什麼 講時間 所以孔子說什麼 五十有五而治於血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破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什麼 從心所欲不欲去 孔子怎樣 他會長大 他在時間裡面 他會長大嘛 越來越成熟嘛 對不對 在時間的裡面 所以講歲月 不饒忍嘛 你有沒有經過時間 你沒有感覺到那個時間 特別你越長大越覺得時間 過得很快 那空間呢 包括兩種空間 一種是什麼 空間 我們在 你看 空間在改變 對不對 就這樣子啊 是不是 又有精神的空間 你現在想像 你現在回到中國道路 回到你的清華大學 你可以想像 回到你當時上課的時候 時間 而且你旁邊坐著 是你的一個同學 而且有一個什麼 很無聊的老師在上課 你可以想像這些 精神的空間 時間可以往回 那你可以想像什麼 在過一百年以後 你可以想像我在哪裡 你可以超越 道家 道教 就是什麼 或是道 然後這個 老子跟莊子的事業 特別是莊子的事業 是一個精神的太空人 它可以說 突扶搖而上 九萬人 就好像一隻鳥一樣 小鳥 它只是在這邊飛 但是大鵬鳥是什麼 它會飛得很像飛機一樣 飛機到一萬公尺的時候 就要什麼 那個所有的這個 這個航空它要鋸安全帶 到了三萬尺 就是它可以什麼 飛 三萬公尺 你三萬公尺看下去怎樣 感覺跟你一萬公尺不一樣 跟你在一千公尺不一樣 你現在可以說 哎呀 你長得比我更高 你一百八十我一百五十 差三十公尺 你到了一萬公尺的高空 有沒有一樣 都一樣啊 沒有什麼好比較的 都一樣嘛 所以你只要站在至高點 高的地位 你就是什麼 看整個宇宙不一樣 所以我們常常要怎樣 用上帝的觀點怎樣 來看事情 就不一樣 因為很高嘛 你就釋放了嘛 所以時間跟空間 這是哲學問題 你覺得還有幾分鐘 你就可以下課吃月餅 不知道嘛 因為你很專注嘛 快樂的時光總是什麼 短暫的嘛 約會嘛 對不對 怎麼一下子 但是呢 哎呀 有時候你在做苦工啊 我怎麼做 很難很難 愛對不對 時間很長嘛 其實都一樣 同樣客觀的時間 但是呢 你這個主觀的感覺會什麼 會不一樣 空間也是一樣 你跟相愛的兩個在一起 你自己男人都覺得說 哎呀 很好啊 對不對 但是如果像一個人 就說哎呀 這個地方怎麼空空蕩蕩的 其實都一樣啊 我現在是空巢起的 兩個孩子都結婚了嘛 以前那時候皇子啊 好像滿 人很多啊 還滿大的現在 但是有時候他們全部都來了 昨天孫子 好像 好像不太夠用啊 其實都一樣嘛 對好 所以就產生了什麼 哲學講的唯心論 還有呢 唯無論 你們聽過唯心論跟唯無論 唯心論的意思是什麼 所大地三合唯心所造 這是佛教講的 那共產主義說什麼 馬克思啊 他把黑格爾的 絕對唯心論變為什麼 精神論變為什麼 唯心論 唯心論的意思是什麼 今天我們在這邊看到很多的物質 對不對 是為什麼二十年前 有王院長 他的什麼 他的精神 他說我要 設立一個什麼 是什麼神學院 是什麼神學院 不是雅米念的神學 是什麼 教文的神學 是這樣子 你們都沒有看封搜的這期刊啊 是他的思想他這樣想 精神 結果呢 經過怎樣 二十年你看到的是這樣 這邊是好幾個地方呢 每個地方我都去過 心 有心 有心產生什麼 這些物 這些物 在這個地方是他的什麼 最原始的是從心來的 你要一個藍圖嘛 是在你什麼 頭腦裡面 就像建築師一樣 它有一個設計圖嘛 它才畫出來 那唯一律是什麼 是剛好相反 說不是這樣講的啦 是物質條件 會決定一個人的精神 你反對我 反對共產黨很簡單 把你關進去 記住到你怎樣 餓不死吃得不好 自我還行 剛開始你堅持意見嘛 到最後怎樣 你就改變了你的思想 自我還行 從你的物質條件怎樣 改變了你的什麼 精神的思維 所以一個人的原生家庭 經費地 他物質生活很好嘛 人家都沒有東西吃 他說為什麼不去吃那個 帶著肉的稀飯呢 因為他不曉得人生疾苦嘛 是他的物質條件 決定他的什麼 生活嘛 他的什麼觀念嘛 所以維路有沒有他的道理 有啊 維新路有沒有他的道理 有啊 所以有什麼 有心物合一 有心物平行 叫Spinoza Spinoza它是猶太人 心物是什麼 是平行的 心物平行嘛 對不對 你剛剛這是用你的手 是物質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什麼 好像癢癢的嘛 要去處理嘛 也很自然啊 其實這個我要去處理 而且是當下的 心跟物質平行 就好像兩個宗一樣 兩個宗是不是 他這個時宗跟秒針都是一樣的 一個是心的宗 一個是物的宗 一個是物的宗 普秒不差 所以心物合一 我在講課 你用心靈接受 你的手就把它寫下來 這是物質啊 手 但是用你的心 有沒有 有沒有道理 那到底基督教我們的信仰 是哪一種啊 是唯心呢 還是唯物呢 還是心物合一 還是心物平行 我已經講過了 我們要研究哲學 但是有基督教哲學 但是不要太靠近任何的哲學 要保持距離 乙車安全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上帝是什麼 是一個靈 對不對 但是他要怎樣 這個靈道成肉身在哪裡 在耶穌的身上 是有血有肉嘛 所以他既 一方面他是物質 又是什麼 又是靈 心物合一啊 那我們呢 神的靈在你裡面 耶穌在你裡面 成了有榮耀的彷徨 基督的靈在你裡面 但是你又有一個肉身 再過三十秒 你就下課了 就可以起來了 也是你站起來 但是我用我的頭來跟你這樣講 又是心物合一 所以這是個奧秘 心跟物又在一起 有沒有 你剛剛在這樣想 是你通常在想 但是你眼睛在轉動 對不對 奧秘 好 我們下課 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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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